吉安湘五谷宫今年的9月28号将再次举办6亿5的禁孔大殿 由道湘国小同学担任6亿5的表演 同学们目前正在加紧练习当中 而18号上午吉安湘游淑珍特别前往为小朋友们家要打气 同时也邀请乡亲9月28号一起来到吉安五谷宫 欣赏这难得一见的6亿5祭孔大殿 祭孔大殿当中最受瞩目的亿5分为8亿5和6亿5两种 古时候的一生全部都是由男性成人来担任 后来变成男女生合舞并且由小学生来担任 而2017年华联县第一次在吉安五谷宫举办6亿5祭孔大殿的祭孔之后 今年9月27号将再一次举办 一样是由道湘国小同学担任6亿5表演 36位同学在老师指导下目前正加紧练习 而吉安湘游淑珍也特别前往道湘国小为小朋友们家要打气 第一个很整齐的动作 看到大家第一个很整齐的动作 就知道大家非常的投入 而且也针对这一次的活动 大家都很战战兢兢 想要表现得最好 谢谢我们的孙中志孙校长 跟所有的师长老师们给我们这一次的机会 也谢谢我们补教协会 我们的杨理事长 我们道湘国小的学长学姐们 也代表过我们道湘国小做了第一次的表演 所以大家就是第二次的表演 所以每一位小朋友 每一位同学都很重要 你们是灵魂人物 因为所有的这个当天的瞩目的焦点 会放在你们身上 因为你们要献出的就是追求一头 而且在季孔大典里面最棒的六亿 花莲县补教协会理事长杨振青 也陪同乡长游淑珍 来关心同学们的练习进度 并且带来点心 为了同学 最后乡长游淑珍也邀请乡亲 9月27号上午9点钟 可以一起前往吉安五谷宫 来欣赏这难得一见的六亿五季孔大典 9月27日 吉安五谷宫季孔大典 欢迎大家一起来 赞 借刘明胜吉安相报道